现在这次博美不但变得很漂亮 而且也很聪明 我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博先锋专栏系列 这一次我很想分享的就是 懂得感恩 再坏的事情也会美丽 每一年去到年底 我都会回想过去一年发生过的事情 无论人事物 我会感恩我所遇过的 拥有的和失去的 过去种种的经验和考验让我领悟到 其实每一件事情发生它的背后 总有它必须发生的原因 就算事情再坏 总有它好的一年 这么想 我相信我获得的已经比失去的多 人与人之间不要忘了感激彼此的付出 最后我要讲的是感恩物 当我开始理解感恩物的意义时 我就开始把不适合我的衣服 哪怕它还新或者是贵 我都送给适合的人 这样我才能够保存 当初欣赏它的意义 还有保留那个物品的价值 今天是圣诞节 在这里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